因為民眾去餐天吃牛排 發現這個裝餐包的這個籃子 有沒有吃完的水果皮 覺得非常倒胃口 而餐廳也坦誠 這個籃子只有關店之後才會洗 走進牛排餐廳想吃巧想吃飽 但看到像這樣的衛生 民眾已經嫌棄飽 餐前的餐包籃子裡頭 仔細一看竟然留有水果皮 旁邊還有三顆水果籽丟在裡面 明明剛上桌怎麼會這樣 像他們會稍微放在這裡 出入也是放在這裡 有時候是拿到 有時候是客人還沒收 他就坐下去了 民眾將照片PO上臉書直呼倒胃口 業者澄清可能是尖峰時刻 太忙碌拿錯了 但也坦承餐包籃子 並沒有辦法每次用完就清洗 只會更換衛生紙 有 我們這固定就是 晚上用完以後 就是會洗一洗 然後就是反 就是反疊起來 最後有開過牛排餐廳的老闆透露 除了餐包竹籃 牛排盤和裝冰淇淋的碗盤 因為用量大 有時候不一定會用完就洗 或是洗的時候 只會過過清水 鐵板的話呢 不能用沙拉托 因為鐵板如果用沙拉托的話 那個鐵板的話 反而更容易生鏽 那生鏽的話 反而會製造更多的細菌 餐盤如此 很多牛排餐廳下面 這一塊木板更是如此 只有髒了才會洗 老闆就坦承用餐尖封時刻 基本的衛生都會顧慮 也會做更換 但是不是直接碰上嘴的 就會裂在閉店後再清洗 只是再看一次民眾 參包欄裡的果皮和水果籽 吃飯的大好心情 蕩然無存 接著蔡玉凱 彭俊銘元利南投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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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